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不是对手啊 炎帝承让了 对了听说天明珠被盗了 昨晚已经送上山了 后山的环境不是和团处生活 我们今天是要去深山里的 嗯 好了 出发吧 嗯 丁丁 来 我们要把它送到哪里呢 没有人的深山 那不会被其他动物欺负吗 放心吧 除了小黑以外 没有动物能抓得住他呢 哦 比丁不是喜欢吃木头吗 会不会把森林给吃了呀 树也是生物哦 失去生命的树才叫木头 比丁是不会肯活着的植物的 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台风教授呢 等一下回来我们村 记得收衣服哦 哦 又来 几时啊 嗯 这个不太清楚 大概就是这两集吧 那我去通知下一家了哦 嗯 应该能赶回来吧 接下来需要走上去咯 小心哦 咯 好像很久没有人上来过了呢 是啊 这是爷爷已经砍柴的路 好多小精灵啊 漂亮吧 嗯 他不怕我呢 是啊 嗯 村里的人也不会伤害他们吧 嗯 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到了 过了深山时就是他们的世界 我们不能再进去了 哇 好大呀 是谁放在这儿的呢 嗯 不知道呢 比丁 我们不进去了 我们不进去了 就在这里分手吧 你自由喽 别再跑到别人家里去了 我们不去了 比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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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突然就哭了 水 是 就是 津 三 等你 我肚子 這絕對不會 我想我一回 天色怎么变暗了 说是等下要下暴雨呢 那笔丁会不会有危险啊 没事的 放心吧 爷爷 带小白进去 你也感觉到了吧 帝丁 那是什么 好像是妖精 人的 还想动手吗 你居然可以找到这里了 我只是试着追寻父亲最强的妖精 奇怪 小黑的妖精现在应该很弱了 马上交出天明珠 马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没时间了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